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js,是消息服务器开发系列课程 那么这期课呢,我们是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9讲 这期课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简单回顾一下上节课的一个基本内容 上一节课呢,我们使用mqtt.js来实现了这样一个客户端 mqtt这个协议的客户端 然后呢,我们不仅在Node平台上进行了一个客户端的一个测试 而且呢,还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上进行了这样一个测试 所以说呢,这个mqtt.js它不仅仅是运行在Node上面 它也能运行在浏览器端 那这种呢,才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安卓手机的一些推送通知 那么就可以通过mqtt来做 好,这个呢,是上节课的一个内容 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这节课的一个主题 这节课的主题就是说mqtt里面的一个主题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说到主题数呢,我们这节课有三个知识点 然后呢,有一个演示 那么首先,什么是主题数呢?看一下 主题数的话,其实就是说 将细资源按照某种确定好的一个概念体系 就是逐层的加以组织 那么这个主题数的话,把它分开来看 第一个就是主题,第二个就是数 那很明显就是说,这个主题有树桩的一个结构 那么就称之为主题数 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主题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mqtt里面的一个主题数 看一下 其实mqtt里面的一个主题数的话 就是发不订阅的这个主题 它是,为什么它又叫主题数呢? 是因为它使用这个斜杠作为它的一个分割符 所以呢,它有这样一个层次结构 所以呢,我们也就把它称之为主题数 好,这个是mqtt里面的一个主题数的一个缘由 那我们看一下mq这个主题数的它有什么作用呢? 在我看它的作用呢,是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提供了有层级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订阅的时候就可以使用通配复制的东西去做这个订阅 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权限的一个控制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这个主题数进行分级 然后呢,我们可以对那个级别来进行一个判断 就是把这个主题的主题数的一个某一级别拿出来 作为全线认证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处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数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实际的演示 来看一下这个主题数具体是怎么来使用的 好,我们还是先打开它 先给它启动起来 这边我们先把server 因为我们server的话其实是不用关心的 因为它server是做这个转发 所以我们就不用管它 看一下server 当然,由于这边我们配置的这个端口呢是7410 是通过http的一种方式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在浏览器这边来进行一个测试 好,所以呢我们在浏览器这边来做测试 这呢我就把这个复制语份出来 server已经启动了 我们来看这边 启动好之后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发布和订阅的一个操作 那么主题数里面在我们这个 在之前的课程里面 这个mqtt写1的那个那一节课里面 我们提到了这个主题 主题数 它可以有这样一个通配服 在订阅的时候可以有通配服 所以呢我们来试一下 它这个书状结构是怎么一个概念 当然我们还是要订阅 当然我们还是要订阅 这里我就用node1 节点1 node2 node3 来表示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这个订阅的这个主题数呢 它就有三个节点 因为它是以这个斜线分割的 所以它有三个节点 那我们在publish的时候 我们怎么才能把数据 推送到这个节点呢 在协议的那一节课里面 我们也提到了 要做这个发布的时候 要想发布到节点的话 就必须要全名称 所以呢 只有当发布到这个节点的 名字完全匹配的时候 才能去做这样一个发布操作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能不能接收到这样一个信息 好,我们用这个优传器打开 当然我们这边只能看控制台 因为我们没有做UI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反应 好,看一下 好,看一下 这边的话 其实它就已经收到消息了 我们把这个SR改一下 让它不用发那么多信息出来 好,看一下 这里 这里 这里不需要发我们这个日期出来 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节点名称 或者说其他数据给发出来就可以了 好 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还看不出来它这个主题数 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说看不出来 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主题数的一个效果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Connect 我现在订阅的时候 我只订阅什么呢 我只订阅前面 node1 node2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能收到消息吗 想一下 因为主题有数状结构 所以这两个数状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有使用通配符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收到这样一个数据了 好,我们看使用通配符的情况下 看一下,使用通配符我们就收到了 那我们还可以使用什么通配符呢 加号 这个通配符 也能收到 那我再把这个节点再多一层呢 看一下,已经说不到了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原因在我们这个加号 它只能匹配一个节点 就这样一个多一个节点 所以呢 如果这边多了两个节点 那么是匹配符上的 我们从这个数量上 就可以数得出来 一二三四 四个节点 然后这边的话 其实 虽然这个加号通配符只有三个 所以呢 是无法实现的 那我们使用警号的时候呢 使用警号 这个警号的话 其实可以匹配之后的 所任意数量的一个节点 所以这边 我们不管在后面加多少 都能够匹配上 但是如果我们把第二个节点 改一下 那这个时候 看一下 也就订阅不到了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主题书里面的一个 通配符的一个作用 一个用法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订阅的时候 是可以使用这样一些通配符 来用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拿到这一批次的所有数据 另外的话 我们在这个订阅的时候的话 也能够拿到我们这样一个主题信息 如果我们把它拆分出来 发现不是我们要的 那很明显 我们就可以拒绝它订阅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做法 这个主题书的话 概念其实不多 然后呢 用法其实也不复杂 就这么一点小知识 就是说 我们可以使用通配符的方式去做订阅 然后发布的时候的话 我们必须用全名去发布 然后主题书它还可以做到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个授权 就是比如我们在 这边 做这个验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的这个主题书的一个层次结构来做判断 由于我们这个验证呢 后面会提到 所以呢 我们这节课的话 就不再来演示这个 关于用户验证的认证的这一块的一个知识 好 关于主题书的知识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再几课再见 云边